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说过一句流传甚广的话 芯片是人造的 不是神造的 这句话放在比亚迪进军半导体行业显得斗志昂扬 只要势在人为就能取得突破 而比亚迪历时八年成功突破高端芯片 在科研道路上迈出坚定的步伐 比亚迪有着怎样的芯片成就呢 在科研事业上 比亚迪会成为第二个华为吗 今年以来 比亚迪可谓是风光无限 开挂卖车款款都能大卖 在今年前八个月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已逼近百万大关 企业大关也是一度突破万亿 比亚迪也让国产车的实力得到了彰显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对比亚迪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汽车板块 事实上 比亚迪的业务覆盖很广 比亚迪还有电子代工厂抢富士康的生意 华为 小米都是比亚迪的客户 为其代工生产手机 比亚迪生产的电池则成为了全球领先 旗下新能源汽车现在均配备比亚迪自研的刀片电池 拥有可靠的安全保障 冬季的续航能力 也比三元锂电池更优秀 比亚迪还有一项更硬核的业务板块 就是比亚迪半导体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 距今已成立17年 是国内比较早布局半导体产业的公司 足见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的眼界不凡 不过多年来 比亚迪半导体的关注度 没有其在汽车 电池 电子代工等领域高 以致很多人都不了解比亚迪半导体究竟有什么实力 现在 比亚迪半导体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首先 比亚迪半导体在长沙的8英寸汽车芯片生产线 已经顺利完成了安装 目前正在进行生产调试 更准确的消息是预计在10月初正式投产 可年产车规及芯片50万片 毫无疑问 这将是比亚迪布局半导体领域的重要一步 推动国产芯片产业更快速地发展 解决新能源汽车电子核心功率器件卡脖子问题 实现核心部件 纯国产化 其次 比亚迪半导体近日还推出了工业级全局快门 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 BF3031 这是比亚迪在传感器芯片领域取得的又一大突破 能提供更稳定 更清晰的成像质量 新的生产线和新的传感器芯片 都体现出比亚迪半导体的生产和研发实力 完全自主掌握了芯片 从设计到生产的整个闭环 不再受限于欧美国家的芯片制裁 其实除了上述好消息以外 比亚迪在高端芯片层面也取得了一大突破 其研发的IGBT6.0模块完美攻克了行业难题 比亚迪作为中国首家自主研发 生产车用IGBT的企业 也成功打破了国际巨头的垄断 IGBT模块是一种绝缘山 双级型晶体管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应用十分广泛 主要用于控制电压 电流 是调节动力驱动的重要装置 堪称电子装置的CPU 所以对于新能源汽车火爆的比亚迪来说 这类芯片是非常重要的 在比亚迪之前 车规IGBT芯片就如同一座高山 国内没有企业可以攻克 因为想要攻克IGBT模块 需要解决离子注入 背板减薄和激光退火等工艺难题 若是用于汽车领域 满足车规级的工作要求 其封装技术还要比一般的工业级芯片要高 比亚迪历时八年时间从研发IGBT到攻克6.0版本的高端制程技术 解决了很大一部分汽车行业的芯片难题 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 对于比亚迪在IGBT芯片上取得的突破 国外汽车厂商自然非常关注 想要从比亚迪手里采购芯片 不过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对于国外企业想要采购芯片一事 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却表示 只考虑给中国企业使用 王传福的回应可谓是亮明了态度 以前国外经常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 是因为国内半导体产业落后 但芯片是人造的 既然国外能造 中国也一定没问题 而且造出来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反制裁 可以看出在半导体行业 越来越稳的比亚迪 早已不是单纯的车企 造车已经成为了 比亚迪庞大商业帝国的一小部分 半导体就是比亚迪未来的另一张王牌 也是比亚迪的底气所在 如今看来比亚迪跟华为其实非常像 两家企业都是技术创新型企业 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企业出现 因为只有把技术放在首位 未来才能避免被国外制裁 说到比亚迪就不能不提比亚迪的两大核心技术 刀片电池和DMI超级混动技术 他们帮助比亚迪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 一路高歌猛进 并坐稳老大位置 其中 DMI混动发电机入选了清华汽车系教材 并容灯教材封面 比亚迪官方发布的一段发电机拆解视频 更是引来16万人的围观 刀片电池的表现同样出众 它成功通过了国内最严苛的针刺测试 官方更是喊出刀片电池永不起火自然的口号 安全性绝对属于国内一流的水准 此外 电池模组采用蜂窝三明治结构设计 实现更高的刚度和强度 带来更强的防撞性和碾压性能 在最新的海豹身上 比亚迪通过CTC技术将电池与车身融合 进一步加强电池的安全性 打造出壮不断的电动汽车 从业界口碑及汽车销量上开 比亚迪刀片电池确实有着亮眼的表现 连苹果都主动寻求和比亚迪的合作 目前已经有不少车企成为比亚迪刀片电池的客户 包括一汽红旗 长安汽车 丰田 福特 戴勒姆等 前阵子比亚迪高管亲口回应 未来也会向特斯拉供应刀片电池 在安全性和使用寿命方面 刀片电池确实有着突出优势 而续航和快充可能是其目前的最大短板了 刀片电池使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能量密度大约为140瓦时每千克 考虑到电池管理系统及其组件 电池模组的体积利用率大约在60% 而宁德时代发布的麒麟电池 能量密度255瓦时每千克 体积利用率更是达到72% 还支持10分钟快充等 比亚迪会成为第二个华为吗 比亚迪已经不是单纯的车企了 造车只是比亚迪的一小部分业务 而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比亚迪的另一大王牌 再加上电池制造 电子代工 轨道交通等领域的加持 让比亚迪的科研事业充满无限的未来 这样的比亚迪会成为第二个华为吗 其实很有可能 首先比亚迪十分重视科技研发 这点和华为走技工贸路线是一致的 别的公司搞技术是为了挣钱 而华为这样的科技企业是为了赚钱搞技术 哪怕营收下滑也没有降低研发投入 可见对科技研发事业有多么重视 而比亚迪也是如此 在王传福的带领下比亚迪建立起健全的研发体系 在庞大的工程师队伍中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 其次比亚迪科研成果斐然 截止今年6月底 比亚迪拥有3.7万件全球累计申请专利 授权专利达到2.5万件 这样的科研成果放在国内汽车市场 估计也没有多少企业能与之同台经济 从垂直专利领域来看 根据新能源汽车专利20强企业榜单显示 比亚迪以9426件专利数量登顶第一 和第二名的5243件专利拉开了明显的差距 比亚迪不仅重视科技研发 而且取得的科研成果也是首屈一指的 从汽车到电池 从电池到芯片 只要是有利于产业发展 国产科技进步的技术 比亚迪几乎都有涉猎 能否成为第二个华为 已经一目了然 华为正式将科研事业放在了首要位置 持续深耕芯片 通信操作系统等领域 为我国带来了顶级的芯片设计能力 领先的5G水平 和改变物联网时代的鸿蒙操作系统 有华为比亚迪这些企业在 国产科技的未来定能大放异彩 华为和比亚迪都有显著的芯片研究成果 华为海思研制出麒麟 昆蓬 灵霄等系列芯片 而比亚迪掌握了车规级芯片研发设计 和量产的技术 再加上IGBT模块的突破 对推进国产汽车产业的得分起到重要作用 希望能有更多的国产厂商向二者看齐 共享未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因为我们下期见 金状 Kit